上午讲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多,对不对?是不是? 语法其实没多少,你们会挨个敲一下就完了呗,对不对? 简单说一下,上面是数据库? 什么是数据库? 数据库是存储维护和管理数据的集合,对不对? 那么上面说数据库是分为两部分的,一个叫文件系统,我们问一下什么呀? db,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dbms,它是一个软件,对不对? 这两部分加在一起,我们管它叫数据库 那么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关系? 还没有图出来,是不是这个关系? 数据库包括dbms和db 也说dbms可以创建多个db,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不是写mdb1,mdb2,是不是写好几个,对不对? 咱们知道这关系行的 那么数据库的安装与配置,你就能有图解了,是不是? 你看,其实看不看都行啊,你就知道整个意思,行的 下一步下一步,对不对? 咱有一个地方听一下 是不是字符集这块? 对不对? 好,你得选一下,你要不选的话 你以后咱们写列集的时候,你中文就整名去了,告诉你啊 因为它默认是什么呀? ISO8859-1,对不对? 咱们不是是中文的,所以你得改一下啊 咱们安装完之后呢 当录是不是叫我买siffle-u,路腾是不是啊? 然后-p,后面你写密码就行了 我这密码是不是改了? 对不对? 我叫你比起来啊 启动和停止服务,就是两句话啊 但是不一定你非得用它啊 咱们一样,从哪呢? 这控制密码里面可以找到那些服务啊 关于工具,是不是有服务,对不对? 是这里面有服务? 来,MySickle,是不是这个? 咱们安装的时候,是不是画个挑战才自动启动呢? 如果没自动启动的情况下,你可以手动 你家里面邮件启动就完了,对不对? 当然这个启动的,就是,你要是开机 怕它这个影响你开机速度的话,你可以这样啊 这里面是不是属性啊? 把它自动改成什么呀? 改成手动啊 那下次你在启动这个电脑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不启动服务了? 对不对? 当然我建议你还是怎么样 你自动启动就行了啊 它不会影响你很多这个开机时间的啊 看不见屏幕是吧 我冲键一下 这回 好了我把它关了啊 大家知道这种事情了 关了,真的关了 你现在你好细练,你把服务停了啊 然后咱们是不是从工人缘码里面有那个程序啊,对不对? 程序的功能选在里面,然后选那个找到my center给它细练,行了啊 冲键完之后呢 你有一些数据文件不想要的话 你是不是让那个路径下边去找啊 对不对? 但这个路径是默认的啊 你要是改的话 怎么办呢? 你说打开电脑 点啊啊啊啊啊 改的路径是不是也在这里了 对不对? 知道行啊 虚感密码看也得了 不是重要的内容 重点是这儿 这比较重要啊 咱们说 表里面存储 不是,咱们数据库里面存储数据 是不是以 逻辑的表的形式存储的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列叫什么呀 字段 是不是啊 那么 一行数据呢 叫一条记录 是不是啊 那么一条记录 代表一个什么呀 实体 一条记录是不是代表一个实体啊 对不对? 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名词你要知道 你们啊 那么咱们说 表里面一行记录 是不是正好对应咱们加瓦里面 什么样 是不是一个对象啊 所以你把类拥出来一个对象 正好对应的里面一行数据 是不是啊 你把这一行数据 是不是正好装到咱们一个加瓦底下里面 对不对? 你们有在听我讲吗? 有 你够点回费啊 咱们下面是不是想了一个叫 这个概念啊 当然那个数据库里面 常在数据库产品就不用说了 什么Olico,DB2,大了解 对不对? 后面你们会学到啊 咱们现在 现在咱们主要学的就是MySQL 对不对? 那么MySQL在里面 不管什么数据库 它都有一个叫什么的 是不是? 社会语言呢 什么的社会语言 这叫结构化参与员 哎 所以说 我们把这些扩展的东西呢 叫做方言 方言 就是你这个数据库 有别的数据库不一定支持 对不对? 这是自己支持的语法啊 那么咱们说到 说到这个社会分类 这里面是不是这几个类别很重要啊 记住了啊 一个叫DBL 这叫数据定义员 主要是 针对于对象操作的 我现在说对象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吗? 都包含什么呀? 对 是不是这些组组组里面 能看到的 嗯 数据库 表 以及里面列 对不对? 这些都叫对象啊 这哈尔伯尔伯射组是不是啊 射组也叫对象 这咱现在没学呢 那么 操作这些对象的语法 关键字啊 是不是Creat Auter和Zoff 对 这几种啊 这几个关键字啊 那么 DML 它是对表里面数据进行操作 是不是啊 语法是 音色搭不在delay的 是不是啊 DCR咱们先不讲了啊 DQR是不是slide语句啊 我们正准备讲还没讲呢 是不是啊 这样能把这些主要东西啊 嗯 来把上午讲的东西咱们简单说起来 上午咱们是不是创建数据库对不对 对 C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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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什么东西啊 Crate table 对不对 比如说STODNT 就表明了 简单写吧 最好写上分号 对不对 这里不是写地 ID什么类型 然后多号 内幕 V2C2 5值 看什么呀 AZ AZ 这个其实我们实际开发的时候 用AZ的时候不多 就是练习的时候用AZ 实际用什么呢 是不是 为什么你用AZ你要写21 你今年21过年21 是不是对吧 咱们用冲冲日期是不是根据年份 就可以计算出来你不达 看什么呀 看什么类型 再写其他类型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 差不多了 随便写一个得 比如说EMR1M V2C2R5 5值够了吧 肯定够了 最后结尾多少 不写 来 那么往里面 咱们是不是这些都叫什么呀 叫DDR 是不是啊 这些简单语法里面 还有什么outer outer在这位置里面修改数据 outer paper是不是修改表了 对不对 这个咱们回你们再自己看看 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添加列 写一个得了 其他你们回自己 altr 是不是修改表结构啊 outher table对不对 rto 是不是修改这个表啊 我干什么呢 add 是不是添加呀 添加imade 添加一个列 那么这里面写了列数据类型 blob 说数据类型就有了 这是这个语法 所以看看就行了 那我们修改表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修改列的这个 数据长度啊 那有什么关键字啊 modify outher table这个 然后 modify 这个列名后边写数据类型 长度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还有修改个这个列名 是不是啊 什么修改啊 change 不是change alter table o 那我写啊 这个 chan change 比如说这个 夜 内蒙 哦 对内蒙是吧 这个叫什么呢 u 内蒙 u 就是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 修计类型 为啊 这些啊 这边来吧 20 是这个 他修改表明是什么修改啊 re name 是不是r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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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 tab e stodn stodn 对不对 嗯 是不是re name 是 是不是修改表嘛 圆表 t 新表 对不对 这一把你回去敲一下 没什么难度 这把什么跟说话一样嘛 你说呢 是不是 嗯 这英文发 这个英文语句嘛 发表跟说话一样啊 美国 美国有个小女孩 9岁就进入微软了 听不过这事吗 好几年前的新闻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9岁就进去呢 第一 开发语啊 这都是母语啊 是不是 嗯 这不跟他 对于他来说 这不是就说话一样吗 嗯 你说是不是 嗯 第二个他也很 好奇心很强是吧 哈哈 喜欢这东西 愿意还行 行不说了啊 来 我们下面是不是往表里添加数据啊 添加数据是不是使用叫 什么l啊 是不是使用dml啊 dml 来 inser inser info sco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后边写上列明啊 对 你比如说我就想添加name和email 和birthday吧 嗯 那就name 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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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会值呢 不解了 知道行了 都会值 我可以医生进度表明 后面不写列明 但是外流是给值全给上啊 而且这个税据按照 参照谁的税据啊 就是参照你创建表的这些税据 对不对 知道行了啊 那么修改表呢 因为修改不是修改表啊 修改表里面数据呢 update 是不是啊 update 是RGBO这表啊 然后什么啊 算了 就是nemo等于 cxjrry 是不是改名了 这话emlr等于 就是 jrry 163 163 加卡姆 这不给个值啊 然后怎么样 我们一般是不是 是不是都写个wine了 然后这里面 是id等于d 是不是啊 就是啊 三途呢 delate delete啊 怎么样 from rto wine 小件是id等于d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一般都加wine小件啊 不管修改 但是都加wine小件啊 那个创建的table你们知道就行了啊 创建的table 咱们用值很少 你说呢 在实际开发当中 你们在体系里面 咱们是数据库已经上线了 是不是啊 应用都上线了 就是说用户 就是几十万钱 几十万个用户 你这下创建的最后一下废了 是吧 是吧 那大家知道就行了啊 当然 在体系里面实际开发 咱们delete的实际里面 你都需要注意 是不是啊 这个数据 一般想要删图的情况下啊 重要的数据它是现备份 然后再删图的 是吧 请对方知道 这几句话怎么记住啊 三句话嘛 对不对 对 是不是啊 一会儿我往那套 对不对 行了啊 这几个东西咱们就讲了 然后咱们介绍一下第一课啊 是不是啊 咱们是不是这个表创建练习还没写呢 对不对 下面咱们说该写练习了 好了 我把它停一下啊